第141集 七大水母 你们居然施展诡计 破过天师 既然如此 天上地下 没有人可以解救你们 我要把你生生擒拿 废掉神通 掉下来 让你们承受八十一日刀剑穿身之苦 让其他的仙道门派知道厉害 这才把你们送回羽化门 咬点咆哮之声惊天动地 若是被五玉网顶撞到身体 就算是山也被撞粉碎 但是咬点毕竟法力高强 虽然天师真行被炸散 但是 在这危机关都还是显出了自己的强大实力来 一边咆哮 双手连抓 身体中重新涌起了大量乳白色的钢器 抵挡住五玉网顶的撞击 这日他修炼出的天师真刚 性质威猛 刚起滚动 如雄狮怒嚎 百处之王的威风表现得淋漓尽致 太一分光 在疯狂凝聚钢器中 他控制那口飞剑再次飞了回来 分出许多剑光竟然如同蜘蛛吐丝 交织成了一面密密麻麻的剑王 这层剑王一洒下来 网罗住了网顶 顿时无处金属切割的声音响起 竟是要把这座大鼎狠狠地分割下来 魔女 你用法力催动大鼎里的无火神雷大阵 我和龙轩催动社工挪一大阵 离开这里 一个咬点就这么难以对付 如果另外两位真传弟子出手 我们只怕再简单逃啊 方寒在顶中把意思告诉了魔女和龙轩 魔女也知道事件不妙 如果被太一门的人抓去 铁定会被斩妖除魔的 于是他把法力灌注到了无火神雷大阵中 往顶上再次喷发出火球 而方寒和龙轩的法力 全部灌注到了一个射空挪一阵中 这座阵法是催动单炉飞腾挪移的阵法 一旦催动 整个单炉 就会以超越声音的速度 破空飞行 使用者的法力越大 飞行速度就越快 方寒和龙轩的所有法力 一下关注到射空挪一阵中 顶时单炉再次狂震 发出呼啸 连带着无火神雷 只是一下就镇破太一分光剑的剑王 朝远处飞去 一下脱离了战场 因为刚才咬点的高傲 让其余的人都退出去了 方寒这一下突然脱离战场 谁都始料不及 当然 主要也是单炉太快 足足有三四倍声音的速度 一条白色的气浪 把音波远远甩在后面 单炉摩擦大气 衍生出一条长长的火尾巴 如同凤凰火鸟 这种速度 本来是修炼到了天人静的高手才有的 现在方寒依靠五欲网顶的虚空挪一大阵 做到了这一点 摇点清醒过来 再次发出咆哮 但是他知道 以自己的速度 不可能追上方寒了 再加上 他的钢器刚刚被腐蚀 受了轻伤 于是徐徐收工 调戏元气了 师兄 这小贼跑得到快 现在怎么办 要不要去追啊 另外两个真传弟子 下游 雨坟连忙飞过来 看到摇点这个样子 知道他受了轻伤 纷纷惊讶地询问 我没有事情 不要追了 如果再追下去 就会变成我太医门 为了一件法宝 吹杀羽化门弟子 影响十分不好 也很容易引起门派争端 我也没有想到 他们这么快 就炼化了这一座玉帝 这件事情 我们在从长计议 不会让他们得到 这座大顶的 走 摇点阴冷地笑着 到哪儿去啊 万规海誓 他们杀了绝命岛主 肯定要去万规 仙岛灵赏 我们就去那里等他们 当众秦拿下来 让他们颜面丢尽 人宝两空 摇点胸有成竹 你们务必要小心 那方寒手中有一件东西 似乎专门腐蚀仙道法力 危险无比 遇到他之后 要立下杀手 不能让他有施展魔宝的机会 好 一群太医门弟子 向着万规海誓飞去 一座大顶猛烈奔腾 在海面上掠过 带起的气流把海水都冲开 离出一道深深的沟壑 一时之间 海水奔涌 方圆几十里都巨浪滔天 幸亏这是在海洋深处 如果是在沿海 渔船多的地方 这巨浪不知道 要打翻多少渔船 突然之间 这大顶飞行缓慢了下来 落到了海洋之上 咕咚咚地沉了下去 社工挪一阵 真是耗费法力啊 我这么一会儿 就耗费了一大半法力 现在精神又有些疲惫了 要是在位追杀上来 性命难保啊 方寒坐在大顶中 常常吹了一口气 不再催动大阵 而是竭力休息运转精神 恢复法力 我料定太义门的弟子 不会追来 否则这海上散修千千万万 万一遇到什么高手看见了 就变成太义门为了法宝 追杀羽化门弟子 龙轩这时 才有机会打量一下 大顶中的空间 这座五玉王顶中间 到处都是金玉雕刻 一层一层的金玉屏风 一共有九尊 分割出许多独立的小密室 那些屏风上面 各自雕刻的图画 有火风刀剑 云雷龙虎 百鬼夜行 百魔痴人 等等等等 九尊屏风上面 有仙道图像 有魔道图像 似乎是仙魔合一 方寒这个时候 也得意打量了一下 王顶内的空间 有一座 富贵人家的 厅堂那么大 被这九座 仙魔合一的 屏风隔开 不知精巧 透露出种种神秘 透过四面的顶壁 就可以看见 外面的情况 海水深深 许多鱼游来游去 因为这座丹炉 正要沉入海底 不过一点水 也没有进入这丹炉里 安全得很 众人也一点都感觉不到 深海的压力 这丹炉的墙壁上 搜是一种特殊的材料 从里面可以看见外面 外面却一点都看不到 里面的情况 魔女问道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太医弟子抓了大让修炉 从来都是直接处死 我料定 这群人不会善罢甘休的 但既然不追过来 肯定会去万鬼海事等 因为我们杀了绝命岛主 要去海事灵上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恢复了法力 再扶上去 直接去归序 恐怕不妥 还是得要去海事一趟 你的法经玉石都用光了 一旦在斗法之中 法力不支 就要遭到毒手 而且归序凶险万分 我本来 就是想要到海事之中 购买一些药材炼丹 增强实力 凝炼真气 如果我凝炼了真气 法力倍增 咱们联手 稳妥了许多 你也要凝炼真气了 这么快 方寒一愣 按道理说 龙轩还要在两三年 才能够炼成真气 我服用了阴阳万寿丹 再加上我的体质特殊 修炼万水神诀 又相得益彰 现在更得了这一座丹炉 如果能够到海事之中 买到葵花水母 碧垫水母 紫云水母 海神水母 黄金水母 白银水母 星辰水母 其他异种水母 融入法力之中 在这丹炉中锻炼 真气力成 龙轩看着丹炉四周 万水神诀 万水神诀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够大成 可惜 如果我能够找到一种圣水 用万水神诀 融入身体之中 法力将会突飞猛进 什么水啊 方寒随口问道 天地之间第一圣水 忘情水 方寒听到忘情水 这三个字 心中咯噔一下 眼神盯着龙轩 却见对方坦然自若 似乎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心思稍微地平息了下来 龙轩修炼的万水神诀 他虽然不知道心法 但多少知道一些 是要运用本身的法力 采集天地之间 成千上万种水气 凝炼成一团 炼水结晶 结成水丹 最后大成 修成万水神通 指挥天下之水 有无穷的威力和玄妙 不过天地之间 有一些水极难取得 比如九阳圣水 九阴圣水等等 但是最为难得的 还是黄泉圣河中的忘情水 天地之间 有智慧者莫能忘情 若能忘情 既为不老 以被忘情水 可以灭人魂魄 也可以让人超凡入圣 方寒拿忘情水攻击敌人 却又拿着圣水淬炼身体 修成阎罗金身 黄泉圣河 被黄泉大帝炼进 黄泉途中之后 天地间忘情水 就绝肿了 龙轩修炼万水神诀 缺少这种 至关重要的水 阻碍泼度 不过 方寒也不能做 好好先生 把忘情水 随便送出来 这件事情 非同小可 暂时还不能透露 除非自己修炼到天然静了 倒还可以稍稍地暴露 因为天人静的高手 门派重视程度 又和普通真传弟子不同了 保护又保护 因为天人静的高手 已经能够布置大阵 炼制灵气 有了好材料 甚至能够炼制宝气 极大增加门派的实力了 可以说 神通五重天人静的高手 才是一个门派真正的核心 凡寒知道 如果自己能够修炼到 天人静 方清学院奈何不了自己 到时候黄泉图暴露了 也没什么 一个天人静弟子 有资格拥有这件无上魔器 想必羽化门也不会逼迫弟子 再弄出一个玲珑之劫来 而现在 要是黄泉图暴露了 就有危险了 当下方寒只是笑了笑 望情水传闻中 是地底圣河 诸使介容说 他已经干涸了 不过天地之中 物种不会断绝 龙轩 你也不用放在心上 总有一天 你会找到望情水的 让万水神爵大成的 是吗 那就多谢方寒你了 龙轩微微一笑 再也不提望情水的事 只是感叹 可惜 这座五玉网顶 还缺了一座 核心大阵 要不然就可以缩小 也方便携带 对了 方寒 我们羽化门 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就是凡修炼到了 天人静的弟子 掌教至尊都要召见 还可以求掌教至尊 一件事情 到时候 你就可以求掌教至尊 为你布置核心大阵 这丹鲁 也就成为道气 威力更大 啊 还有这个规矩 方寒对于这个 倒是真不知道 想到这里 他对修炼到天人静的念头 更强烈了 咱们修炼 把精神养足吧 这件五玉丹炉 是最好不过的 移动洞府 还能够潜到水底来 我的万水神诀 在越深的水底 修炼进展越快 水气也越精准 龙轩说完之后 默默取出一枚丹药来 吞服下去 恢复法力 方寒见此情景 也不多说什么 把手一招 顿时 那绝命导主 储存丹药的 紫金葫芦 飞了过来 其中的续命金丹 足足飞出数十粒 全部吞入口中 炒豆子一般吞吃下去 顿时腹部 就上当出一股暖流来 流变全身 然后徐徐催动气血 化为精神 再一步步 转化为法力 与此同时 更有大量丹药 飞入了黄泉土里 送入石头 沉睡的修罗口中 方寒原本有石头修罗的 融化了石口飞剑 杀伤力巨大 但因为缺乏丹药 喂养他们 所以一直是让他们修养 并没有让他们战斗 修罗战斗 要消耗极大体力的 食物也就消耗得很多 更何况 现在的修罗 因为吃了白毛 飞浆练脂而成的血丹后 全身长出白毛 吞吐能力更强 食量更大 这石头修罗 不知什么时候 才能蜕变为大阿修罗 只怕在几十年之后 对了 绝命岛主留下的珍藏中 还有许多灵气法衣 也给这些修罗穿上 用黑水王车的血液 融合在一起 借助丹炉之力 重新炼制 方寒休息了很久 法力恢复过来 突然心念一动 石头修罗 猛地从黄军土中飞出来 在他身边落下 法衣披肾 他再次念头一动 实践灵光闪闪的法衣 就被全部披在了 这些修罗的身上 绝命岛主的珍藏法衣 一共有二十八件 渐渐都是极品灵气 这些修罗一穿上法衣之后 突然间 一股血液喷射出来 化为十条血色绸缎 把它们全身上下都包裹住 这血液 正是黑水王蛇的鲜血 真火炼铁 五欲丹炉 方寒随着就发动了 丹炉的炼丹能力 一股股流金色的火焰 从屏风上迸发出来 瞬间就把十大修罗给包裹住 把黑水王蛇的鲜血 全部炼入这些修罗体内 同时 包裹它们身上的灵气 法衣也全部都炼化 那法衣身上的大阵 也烙印在它们的身体 外壳之上 咔嚓 咔嚓 十大修罗身上发出钢铁一般的咔咔声 长长的白毛从外壳上长出 比起原来更长 一股股凶煞之气更加剧烈 同时它们的体型也长得高大了许多 极其强大的体力 从它们的身体上迸发出来 此时此刻 它们不再是普通修罗了 而是一种变异了的存在 普通的修罗可以拉动十三匹猎马 而现在这些修罗 体力足足相当于六七十匹猎马 融合了飞剑 法衣 还有黑水王蛇血液的修罗 简直相当于一个个的神通秘境高手 只是它们没有法力 全凭着肉身 炼制好这石头修罗以后 方寒再度沉入修炼中 它把和绝命导主战斗的经验 和那咬点战斗的经验 都回忆了一遍 同时拿出天罡绝命手这本魔点 细细学习里面的真气运转的法门 足足三天时间过去了 它把木皇真气再度精炼 各种战斗技巧 也揣摩的心神灵巧 全身的体力 法力 恢复到前所未有的巅峰 这才睁开了眼睛 龙轩魔女也修炼得差不多了 走 我们去万归海市 方寒推动丹炉 浮出水面 再把丹炉收入了黄泉土中 驾驭真气 找准了方向 慢慢地飞向前方 第143集 摩帅再现 前面就是南海大陆 也就是万归海市的所在地了 三道不紧不慢地青光飞腾着 海上风和日丽 隐隐约约 从远处传来了春天的气息 方寒的眼神锐利地看向远处 只见一片宽阔的大陆 漂浮在海洋上 上面似乎有城池 人口 商铺 沿着海岸的港口 无处船只停泊 或者来来往往 比起内陆来繁华十倍不止 那些船只 有楼船 也有帆船 更有五鸦大舰 方寒在龙渊省也见过不少的船只 因为靠近龙渊河 大骊王朝的首都 黎京有很多东西 要靠龙渊省用水路运过去 其中载重十万斤 数十万斤的大船 方寒也不是没见过 但是 这海上大陆港口上的船只 却让他大吃了一惊 因为他看到了 其中有许多的巨型大舰 如山一般地漂浮在海面上 人群如蚂蚁一般 在巨舰上来回走动 上上下下 那些巨型大舰 只怕可以载重百万斤 甚至是千万斤 方寒还从来没看过 如此庞大的巨型大舰 而且他明显感到 那些巨舰 有浓烈的钢铁气息 居然是钢铁铸造的 那些巨舰是天下第一帝国 大舰帝国的船只 每年大舰帝国 要和万贵海事 进行大量的贸易往来 运来种植的草药 收购海上的奇珍异宝回去 甚至还运送法经 这种钢铁大舰 海上批波斩浪 日行万里 龙轩舰壮 给方寒揭 法经这种好东西 大舰帝国居然会用来 做买卖 大舰帝国是太义门掌握的 太义门拥有的资源矿脉 不可度量 传闻在天外 太义门都开辟了道场 找到几颗星辰 里面有大量的法经矿石 要不然 太义门会这么嚣张 太义门弟子 个个都好像天上使者 替天行道 什么事都要管 我就不相信 如果一味嚣张 跋扈下去 九大道门 不会对他不满 我们也会趁虚而入 方寒想起谣点 下忧 雨坟 还有那张温一干 太义门弟子的嘴脸 心里就极其不舒服 恨不得杀之而后快 不过方寒明白 这只是心中想想而已 根本不能实行 要杀太义门弟子 只怕真的会大祸临头 谁都保护不住 动了太义门弟子 就好像世俗中杀钦差 等于公然造反一样 就算太义门弟子找你的麻烦 也只能是忍气吞声 否则动起手来 就是你理亏 太义门有压制九大道门 还有魔门的实力 不但他们门派之中 长生秘境的仙道至尊多 而且传说之中 太义门拥有仙气 仙气 本来炎在黄泉图中修炼 摆弄那条黑水王朔 把血肉炼成丹药 皮剥下来 以后制作阵图 牙齿也可以淬炼一番 到海市上卖个好价钱 五玉王顶在黄泉图中 炎可以随意摆弄 凭借其中的阵法 炼制的丹药品质 也好了许多 不过 他听到仙气两个字 立刻就显现出了一种 若有所思的模样 似乎在回忆什么 远古的秘密 作为跟随过 黄泉大帝的气灵 他自然知道 许多远古秘密 仙道门派的秘密 什么仙气啊 太义县门有仙气 方寒一愣 他当然知道 天下法宝 分为法器 灵器 宝器 道器 还有威力最大 力量最强 不可思议 莫可名状的仙气 道器 他知道是什么 但是仙气 却不知道是什么模样的 我也不知道 太义门拥有什么仙气 这是仙魔两刀的最高秘密 龙轩摇摇头 看样子是真的不知道 言 你知不知道 仙气究竟是什么 方寒暗中问言 仙气啊 可以毁灭大地 移动星辰 改变虚空 穿梭无间 贯通古今 拥有无穷的力量 无穷的神庙 你只要现在拥有一剑神器 可以立刻杀死华天都 甚至是连长生秘境的高手 都不是你的对手 言语气沉闷 缓慢 一个字一个字 都带着沉重的压力 所以十年之间 你要超越华天都 也不是没有丝毫的希望 那就是得到一剑仙气 不过这个希望 比修炼到长生秘境还要小 天地之中 长生秘境的高手多 仙气少 一剑仙气出世 所有的魔帝 魔皇 仙道 至尊 隐藏 高手 都会出手 也轮不到你 数千年前 发生了多少次仙魔大战 其中都是因为仙气出世 为引子 我知道了 仙气什么的 看来我是没有希望得到 到万归海市中 买了一些修炼 阎罗金山的丹药 把阎罗金山更进一步 修炼到 元气滚滚的地藏之际 再说吧 方寒说话间 加快了速度 朝着远处大陆飞去 龙轩魔女 自然紧跟在后面 一接近这片大陆 方寒就看到 也有一些人飞来飞去 当然 其中大多处 都是身穿灵气法衣的 或者运用极品法服 悬空服的人 神通秘境的高手 倒是没看到几个 方寒和龙轩魔女 三人身上 也各自穿了一件 灵气法衣 收射住本身的法力 只凭借 法衣的力量 缓缓飞行 凌空虚度 倒是不险山露水 这万规海市之中 最大的商铺 叫做玄规阁 是万规仙岛自己开的 里面各种药材 法服 灵药 应有尽有 更可以把自己的东西 卖到里面去 龙轩为方寒介绍了 三人在一座大城的最中央 看似皇宫的地方 落了下来 这却并不是皇宫 因为大门口 巨大牌匾上面 写着玄规三个字 这座大宫殿的顶上 也铸造了一尊巨型玄规 似乎要腾空飞去 龙轩和方寒 还有魔女 刚在玄规阁前落下来 就立刻有几名弟子迎了上来 三位是哪一门哪一派的 或者是散修 来玄规阁是卖东西 还是买东西 这几个弟子 身穿着法衣 手拿着扶尘 眼神精光电射 肉身气息强横 肉身修为 都是八重神勇 九重通灵境界的人 这种境界 在世俗中 是武学宗师 而在仙道门派 却就是一个小弟子 不过 他们手上的浮尘 发出丝丝的法力 似乎是一件灵器 而身上多处法力隐隐 还藏有强大的灵器 或者是法器 一看就是身价不菲的 大门派弟子 方寒把手一抬 我们三位 是羽化门的真传弟子 这次来万规仙岛 买点灵药炼丹 顺便领一个赏 一团真气 在方寒掌中酝酿 发出强大的法力波动 神通秘境 真传弟子 这几个万规仙岛弟子 相互对望了一眼 脸色都客气起来 有贵客 在说话间 门口又出现两个弟子 这两个弟子 修为又高一些 是稳稳当当的 肉身实处 神变精进 对方寒三个人 宣了个道号 三位师兄师姐 请跟我们进去 方寒点点头 跟随着两个弟子 进入玄规阁里 玄规阁 就真的宛如皇宫一般 一层一层的 说不出的美景胜兽 到处都设有阵法 霞光隐隐 对了 听说你们万规仙岛 悬场捉拿海上 横行的凶恶散修 刺石大盗 我击杀了 第三十八名的 绝命岛主 这是他的头颅 可否领赏啊 方寒让龙轩 拿出绝命岛主的 头颅来 两个带路的弟子 看到绝命岛主 冻在里面的头颅 其中一个 倒下了一口凉气 羽化门果然厉害 居然让你们 杰族先登了 我们还听说 太一门的几个 真传师兄 要去杀绝命岛主呢 啊 方寒灵机一动 宗华里掏出 两个小瓶来 瓶子里 装了六枚丹药 这个 是我击杀绝命岛主 得到的续命丹药 专门催炼肉身的 两位实力先拿着 买一瓶六里 可以增强实力的修为 多谢师兄了 两个万规 万规仙岛弟子神色一喜 龙轩看到这一幕 面无表情 他和万规仙岛有仇 不过仇恨 也不在这几个弟子身上 也没说方寒生 哎 我问一下 太一门的弟子 来过这里吗 方寒问道 他送丹药 就是为了打听这件事情 还没有呢 这会儿太一门的谣点 夏忧 与坟三位师兄 好像正在高层 和几位长老见面 这太一门的三个弟子 来了多久了 什么时候走啊 那还没有 好像他们要等人 一个弟子得了丹药 心中欢喜 说 对了 还有一件大事 告诉师兄师姐 就是那先天魔宗的 魔帅应天晴 这会儿也在 玄规阁最高一层 和我们阁主 玄规长老在说话 似乎他魔宫修成 要去归区深处 顺便扫荡一下 海上的四十大盗 如果师兄师姐 和他碰到了 千万要小心 哦 还有这回事啊 方寒却没想到 听到这个消息 心中倒是一震 魔帅也到了海上了 而且 就在这玄规阁中 太一门的三位 真传弟子也在这里 脑海中灵光一闪 方寒脸上 就显出了一丝 计谋的神情 废话就不多说了 我要七大水母 还有一些材料 八百年地皇 金刚土 地盐金 千年土鳖 千年金银穿山甲 腾蛇一条 太阴地龙蚯蚓一条 放寒一口气 说出许许多多的 珍惜灵药来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 这么多珍惜灵药 而且大多数 似乎都是修炼 土戏法掘的 我看师兄 你修炼的 应该是羽化门 天目大法 一个弟子沉思道 另一个弟子 连忙碰了碰 师兄要这些灵药 肯定是有用处的 这个不是我们 所能问的 这些灵药 我们玄规阁中 有室友 不过价格太贵了 师兄杀死 绝命导主的玄赏 并不足以抵消 这些灵药价值的 不知道 师兄身上 有没有灵气 可以拿灵气 抵消差价的 大约 十件左右的灵气 飞剑或者法衣 就可以了 哦 我这里 还有十件灵气 法衣呢 不知道加上去 能不能抵消 灵药差价 方寒白白手 身后的魔女 拿出一袋衣服来 都是绝命导主 珍藏的灵气衣服 一般灵气 都是门派的强守货 一个门派 连同门外弟子 数十万人 都需要灵气 但是灵气 只能是神通 武充天人精的 高手来炼制 而且需要 珍惜材料 天人精的高手 炼制灵气 也要花费 很大法力 这种高手 自己也要修炼 不可能浪费 大量元气和时间 去炼制灵气 给内门外门 弟子使用 十剑灵气 就算有了天才地宝 也起码要花费上 一个天人精高手 一两年时间 一两年时间 有多么宝贵啊 不到长生秘境 寿缘有限 谁肯浪费时间呢 果然是 十剑灵气法医 两个弟子 对望了眼 计算了一会儿 点点头 这也就够了 师兄请到内堂等着 我们拿着 这些灵气法医 还有这绝命导主的头颅 去向几位师兄交账 然后把师兄 需要的药材取来 那就麻烦两位师弟了 把药材取来之后 我还请两位师弟 帮我安排一个秘密单房 我要开炉炼丹了 修炼一些东西 炼成之后 必有两位师弟的好处 那个自然 我们万归海誓 不准争斗 有许多散修 要修炼的时候 都会来到这里 花费丹药借助 那是最安全不过了 对于方寒 这一点要求 两个弟子倒是不觉得惊讶 海上时时刻刻有危险 到万归仙岛开闭的海誓 找个地方修炼 那是最安全不过的 因为这海誓禁止争斗 更别说玄规阁里 谁要到这里争斗 杀人 首先得问一下 仙道石门的万归仙岛 在这里修炼 就和在羽化门内修炼时 一模一样 应该十分安全 看见两个弟子 取了法医和绝命岛主的人头 匆匆忙忙走后 龙轩看着方寒在那儿 音笑 不由道 你有什么主意 咬点 下忧 雨坟 这几个人在这里 按照道理 不一会儿就会知道我们 肯定不会和我们善罢甘休 不过我没有想到 那魔帅也在这里 我自有主意 等药材来了 咱们躲进王顶里 先修炼神通 你也凝炼真气 第一百四十四集 世界之术碎屑 小坐了一会儿 两个离去的万归仙岛弟子 匆匆忙忙走了过来 师兄师姐 你们要的房子已经准备好了 那些药材都送到了里面 请跟我们来 这么快 万归仙岛不愧是大盗门之一 方寒赞叹了一句 他所说的那么多灵药种 尤其是非常难寻找的 比如太阴地龙丘印 千年金银川山家 自己到荒山野岭 荒门大则的穷山恶水中去采集 恐怕得要花上几个月功夫 现在到这里 就是区区一句话的功夫 用十件灵器 一颗人头就换到了 我现在还有三十六口飞剑 八件灵器法衣 不知道能够换取一些什么东西 方寒心里盘算着 这些东西他都用不着了 但是对于肉身镜弟子来说 却是瑰宝中的瑰宝 一个门派 肉身镜弟子 毕竟占多数 方寒知道 一口飞剑一件法衣 可以帮助弟子度过最为艰难的肉身镜修行 羽化门四十多万外门弟子 拥有法衣飞剑的 少得可怜 就算那门弟子都做不到一人一套 想必万规仙岛也是一样 万规仙岛开了海市资源丰富 方寒完全可以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交换成修炼用得着的 当下方寒一面跟随两个弟子 向玄规阁深处走去 一面心中盘算着怎么交换 哪知道 那两个弟子却开口说话 师兄啊 不知道你身上还有没有飞剑或者灵气法衣 看你一下拿出十剑灵气法衣来 分厚得很 如果有的话 我们万规仙岛可以拿你修炼用得着的宝贝来交换 是吗 那你们有什么宝贝啊 这个我们做不了主 不过海师兄正在密室里面等待着两位师兄 两个弟子七拐八拐 把方寒三人带到一座铜殿面前 隔之 铜殿厚厚的铜门被打开 里面站着一个男子 浑身如镖枪一般挺立 自然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沉稳气息 是让他法力深厚 显然是一位神通秘境的高手 两位羽化门道友 有礼了 我是万规仙岛真传弟子 海山 啊 海道友有礼了 方寒点点头 走进铜殿 门缓缓地关上 顿时鸦雀无声 仿佛一个独立的空间样 这座铜殿 大约七八百步建方 空荡荡的 什么摆设都没有 只是中间临时摆放了许多药材 都用一口口的水晶大缸装着 尤其是其中 七口两人多高的水晶大缸 中间养着七只水母 每一只水母身上 都散发出了浓郁的水汽来 强大的精神 从七只水母身上传达出来 居然还想迷惑方寒的人 给他们造成幻觉 显然 这七只水母都成精了 这就是 龙宣要的那七只水母 每一只水母 都是难得的一种 潜伏在千丈深海中 要抓的话 不知道要浪费多少时间 而其余的水晶大缸主 装的是方寒需要的药材 足足有几千斤 方寒道友 这次击杀绝命岛主 想必得到了不少好处 传闻还和太医门 闹出了一些不愉快 这会儿太医门的几个弟子 还在我玄规阁止中 等着道友呢 似乎是要对道友不利 不过请放心 现在他们还不知道 道友在我这里 海山笑了笑 突然说 海道友 消息好灵通啊 方寒皮笑肉不笑 刚才海道友 想和我做一笔交易 我身上 的确还有一些灵气 不知道海道友 有什么可以提升 修为的东西吗 他一面说话 一面直接切入正体 也不拐弯抹角 浪费时间 你修炼的是 羽化门八大神通之一的 天木大法吧 我这里有一块神木 可以辅助你的修为 是我有一次 在海上发现的 你看看怎么样 说话间 海山把手一招 一块树木 飞到自己的手上 这块树木 八正大小 扭扭曲曲的 好像是一个人形 又有些似人身 但是没有根须 木质带着紫黑色 好像紫痰 但又不是紫痰 看见海山拿在手上 其重无比 方寒伸手过去 一把抓到手里 顿时觉得身体一沉 差点把身体都压垮了 最后只能运起法力 把这块树木给拖起 这么一小块树木 足足有四五千斤 好强的身体 好雄魂的法力 修炼到真气境 居然就有这么强大的法力 真是艺术 海山神情中 显现出奇异的神采 方寒倒是看出了 这个海山也是真气境 和自己一样 但是没有自己法力雄魂 他的法力 大约相当于五百匹猎马 真气性只是赤色的 不知修炼的是什么神通 这是什么树木 我从来也没见过 不过我好像 从其中汲取不到 木灵真气啊 方寒感觉 这块木凝炼无比 自己怎么都无法 感到其中的木气 也无法汲取 也无法修炼 听见方寒问这是什么木 海山脸上显出一些尴尬 这个 我也不知道 但是此物经过我多次换脸 无论是真火断烧 还是用水浸泡 也都无法炼化 用什么飞剑 都无法展开一点缺口 所以断定是一件天地奇真 羽化门的天目大法 厉害无比 善于汲取万木 所以把此等奇真 让给最识货的人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 方寒张了一下嘴巴 心中想 那不是一件 没有用的东西吗 自己用不到 却换给了我 说什么天地奇真 这不是搞笑吗 不过这话 他并没有说出口 但是脸上的表情 谁都可以看到 他无法从那块 奇的木头中 汲取到任何灵气 等于是无用之物 若是道友 能再有三十件灵气 我就把这天地奇真 让给道友 如何 海山耸了耸肩膀 三十件灵气 方还用一种 看白痴的眼光 看着海山 海山兄 这件法宝实在太过贵重 我无法承受 我无法承受 还是你自己拿着修炼 三十件没有 二十件也可以 海山似乎也知道 这块木头奇异了一点 但是用处不大 方寒明显地不想要 于是松了口 这件宝贝太贵重了 我天不大法都融化不了 肯定是一件天地瑰宝 如果能够参透其中的奥秘 肯定能够达到长生秘境 海道友 还是拿给识货的人卖 说不定能换一件道行 方寒摇摇头 调侃的表情异于言表 海山微微摇头 哎 方兄何必调侃 我是新收了十多个弟子 一时之间 没有灵气级别的 飞剑法医赐给他们 这大海茫茫 若是不会飞行 那简直是寸步难行 遇到凶猛的海兽 都难以自保 这样 只要方兄 能够拿出十五口飞剑 我就把这块神木送给 既然如此 我就帮道友一个忙好了 我杀了绝命岛主 正得到一些飞剑 就给道友了 方寒一挥手 从袖子里面 飞出十五道剑光来 画成十五口指头长的飞剑 这神木我也不要你 就当我私人赠送的好了 结个善缘 普天之下皆是朋友 海兄有了难处 那就是我的难处 方寒立刻做了个顺水人情 那神木自己汲取不到木器 的确是没用 还不如交一个朋友呢 哎 这块神木就算交易 如果方兄白送 我宁肯不要 海山急忙摇摇头 看见方寒这么大了 他也有些动容了 既然如此 那就是交易好了 海兄啊 我现在借你这地儿修炼一番 不知意下如何啊 方兄如此仗义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座铜殿 乃是酒火金铜铸造 本来就是我打坐炼器的地方 最非隐秘不过 方兄尽管修炼 保证无人打扰 海山收了十五口飞剑 一拱手就出 第145集 修炼金身 龙轩 这块什么木头 你认识吗 方寒问 龙轩接手过去 用法力运转 发现无法渗透其中 比起金刚实赖 都要坚硬千百倍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也许是前古的化石 不过 没有半点灵气 无法拿来修炼 你也真是大方 十五口灵气飞剑 就这样赠送出去 如果交给门派 也都会领取到 不少丹药的 算了 那海山用得着呢 在海上啊 结一份善缘 白日省了很多事情 说话姐 方寒把这块神木 丢进袖子里 进入黄泉土中 法衣的袖子很大 里面相当于 一个大口袋 所以方寒刚才出飞剑 倒是没有被怀疑 他有盗气 因为那飞剑 只有指头大小 非常精巧 可以放在袖子里 颜 你看看这是什么木头 方寒知道 颜剑多识光 甚至比一些 长教至尊都知道的多 这块木头 倒还真有些奇怪 让我看看 我想想 颜似乎也认不出 这块木头来 连连使用黄泉水 向渗透进去 但是这回却是失望 可以渗透万物的 忘情水 却还是无法渗透着木头 哼 我就不信了 天下没有忘情水 渗透不进去的东西 颜似乎怒了 连番无骨 他把真气升腾起来 围绕这块木头旋转 那忘情水沸腾起来 化为真气 再次冲击 与此同时 他甚至运转了 五欲网顶 把这块木头 吸入其中 用火焰拼命轰击 水火其上 方寒听到 连忙把自己的真气 注入其中 在忘情水 加上木皇真气的 猛烈撞击下 这块奇怪的木头 似乎是微微震动了一下 但是 仍旧没有散发出 什么元气来 但是 颜似乎想起了什么似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这是什么了 想不到 传说是真的 方寒从来没看到过 颜这么高兴过 心中一动 这是贱木 贱木 又叫世界之术 传闻在很久很久之前 天地中央 送立着一棵树 叫做贱木 又是世界之术 这棵树 贯通着仙界 人可以通过这棵树 爬到仙界去 这棵树 沟通人神 但是后来 被一位太古大能 砍断了这棵树 斩断人仙通道 不过 这只是个传说 那个时候 皇前大帝的师父 的师父 的师父 十八代祖宗 都恐怕没有生出来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我敢说 现在的仙道至尊 都无法考证 这段传说 不过 如果我猜测不错 这应该就是 世界之术的碎屑 因为 黄泉水 渗透不进去的东西 清帝木 皇宫都无法炼化的木 应该就是世界之术 居然有这种东西 那这棵碎屑 有什么作用啊 放寒惊喜的 他没料到 这块木头 还真是天地归宝 世界之术 传闻中可以长到 仙界中的神术 这传说居然是真的 不说别的 就说这个名字 这么大气的传说 就知道 这术肯定是 一等一的宝贝啊 我也不知道 不过 如果真是 世界之术的 一片碎屑的话 那么你汲取 其中的木灵器 只怕你的清帝 木皇宫 会修炼到 前无古人的境界 不过 这只是一块碎屑 你也别指望着 它能够使你 一步登天 言语中心肠 而且 现在不知道 怎么汲取 以我们的实力 是无法炼化这块木头的 看来我是占的便宜了 世界之术 这样的碎屑 居然落到海山手中 也难怪别人不认得了 眼你这样的见多识光 一开始都没认出来 对了 你说仙界 是什么样子了 方寒道也不急 突然问道 你不是说 你自己被仙人 打坏道呢 那传说中的仙人 到底有多厉害 仙界 是一个特殊的时空 只有长生秘境 修炼到了极致 领悟世界规则 才能够打破天地障碍 进入那一个神秘时空 而获得不朽 黄泉大帝 是在最后一步 遭遇到了攻击 至于我也没有看清楚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就被仙人打坏了 掉落地面沉睡 不过 我听黄泉大帝说 仙界之中 有永生之门 谁能够寻找到 这座门户 进入了永生之门 就能够永生 天地腐朽了 它不会腐朽 日月陨落了 它不会陨落 诸天万界都毁灭了 它不会毁灭 不过这些传说 离我们太遥远了 都无所谓了 那倒是 传说是不是真的 也都不好说 也许是别人 胡编乱造的 方寒自然不会去想 这么遥远 西游飘飘的东西 还是先把阎罗亲身 练到地藏境界 元气滚滚 法力再增吧 方寒盘膝坐下 武渝王顶 肾气大振 一念之间 方寒身上爆出 团团雾气 这些雾气 其中光怪陆离 龙于蔓延 冲涩了整个 京同大殿 方寒魔女龙轩 都被掩盖起来 他们的一切痕迹 都坏不了一片片 虚幻的场景 好像海市蜃楼 这是武渝王顶中的 又一个大阵 叫做 神气大阵 是用来掩盖 王顶形体的迷阵 毕竟 这里是万规仙岛的 玄规殿 在这里面修炼 肯定会有一些耳目 让别人察觉的 现在催动大阵 掩盖形体 是必须的 方寒可以肯定 那个海山 在这大殿中 只怕有什么 窥视的法符 现在神气大阵 一施展出来 对方窥视的法符 就只能看到 一团团的雾气 除此之外 什么都无法看到 武渝王顶 乃是极品宝器 集中了武渝大魔王 毕生的精力 呕心力血激烈 其中999个阵法 每一个阵法都有作用 方寒现在 稍微摸索出了 一些使用方法 还有 其中大阵的诀窍 最起码 无火神雷阵 射空挪移阵 肾气大阵 三种阵法 它也揣摩得差不多 还是实践运用 其余大阵 还有待探索 彻底熟悉这件 极品宝器 把它玩得炉火纯青 运用得出神入化 需要强大的法力 也需要很长时间 运用阵法的经验 对它以后 突破天人境的层次 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更是一种积累 其中有些阵法 它现在相当于 两千匹猎马奔腾的法力 都无法催动 不过 现在只是拿来淬炼身体 只需要一点点的功能 倒是不需要什么法力 第146集 地葬真意 搜搜搜搜搜搜搜 方寒手掌凝聚起 穆皇真气 四面抓派 那些储存在水晶 大缸中的药粉 纷纷被真气射拿而起 满空飞枉 随后 化为一团团的粉末 进入他的袖子中 最后 到达黄泉图中的五玉王顶内 房屋大小的五玉王顶 在吸纳药材之后 也从黄泉图中飞出来 摆放在了这座 精同大殿的正中央 幸亏这大殿十分高大 宽广 要不然根本装不下这座王顶 这也是那绝命岛主 到处行走 不带上这大顶的原因 太不方便携带了 他也没有方寒这样 拥有黄泉图这样的盗器 里面自成空间 可以储存大量物品 把药材摄入王顶之后 方寒整个人也跳了进去 万水千山 龙轩的法力分成了七股 飞入到了七大成精了的水母身上 这些水母剧烈地抗拒着 但是却无法抵抗神通秘境的高手 纷纷炸裂 其道经营的水母 飞到龙轩身体的周围 化为水炼 满空缠绕 他做完这个动作 也跳入弹炉里 药材粉碎 方寒没有理会龙轩的修炼 海量药材飞入王顶之后 就被摆放到了一座屏风前面 随后 这座屏风上 就射出一道光线 但凡被光线射到的药材 都纷纷粉碎 化作了最细微的药粉 这是一个小小的碎粉阵 灌注法力之后 可以捣碎药材 矿石 金铁 都可以化成粉末 其中射出的粉碎魔光 本来是魔道神通 大粉碎魔宫中的变种 不过现在拿来碎药 更是恰到好处 甚至这道粉碎魔光 还可以用来对敌 这个小小的魔阵 在平常丹炉中 根本就看不到 平常丹炉就只有真火 遇到金银的矿石 一律先融化 在过火的时候 就要损失一部分药性了 而用粉碎阵粉碎 一点药性也不会改变 也不会损失的 保证了最大程度的利用 这也是五欲丹炉的 高明之处 细微之处 剑功夫 炼药阵 提唇精烈 看到许许多多的 药物粉碎之后 方寒也不迟疑 灌注法力 发动了另外一个 小小的阵法 然后屏风上 又发出一股旋风 卷起这些药粉 不停地旋转 最后旋转到了极致 一道极强的火焰 从屏风上再次射出 顿时把这些药物 全部融化成了气流 泥倒到颜色浓郁的药气 在空中翻滚着 而地面上 留下了一堆堆的药材残渣 好 提炼药材居然这么快 省了我好多功夫 方寒看到炼药阵 一下就把药渣分离出来 提炼出最精纯的药气 心里十分高兴 炼丹最为关键的一步 就是提炼药物 把药渣留下 一般的丹路 就用水煮熬 非常浪费功夫 火候一掌握不好 也就废了 往往一堆草药要提纯 需要几天几夜 不眠不休 七天七夜是少的 甚至有七七四十九天 九九八十一天 所以炼丹是个辛苦活 耗时又耗力 现在 这五玉王顶中的一个炼药阵 居然能够在瞬间 就把药材提纯 化为精纯的药力 这节省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 方寒如果还用自己那座 法器丹炉的话 提纯这些巨量药材 只怕没有三个月时间 是无法完成的 其中还得小心翼翼 不能有半点差错 这就看出了 丹炉的好坏对于修炼的意义了 巨量的药材都化为了滚滚药气 方寒身体一抖 顿时全身的衣服都脱了个干干净净 显出了完美的身材来 虽然龙轩也在丹炉里修炼 但这座丹炉的空间是用屏风隔开的 形成了一个个单独的小房间 但也不会被对方看见 火焰炼身 药气入体 方寒脱掉衣服以后 那滚滚的药气 太阴地龙蚯蚓 千年金银穿山甲等等药力 在他的真气驱使之下 竟然强行被拉扯进了全身 无数毛孔中 他的身体在轻刻间 似乎增长了两尺的高度 随后 那无火神雷大阵也被催动 但是这次火焰并不强烈 而是一丝丝橘红色的火光 温柔地缠绕下来 似乎在为方寒披上一件 火焰丝绸衣服 这种火焰叫做柔火 也是无火大阵的神庙之处 虽然火焰并不猛烈 但是缠绕到身体上来 方寒还是觉得疼痛无比 他都听到了 自己皮肤被烧得 滋滋滋作响的声音 这种柔火非常温柔 但也非常致命 但好在 方寒有真气护体 皮肤毛孔之上 更有滚滚药气 一碰到火焰 立刻会产生变化 这浓烈的药气 在温柔火焰的锻炼之下 渐渐融入了方寒的皮肤 每一寸血肉 骨骼内脏中 把他的血液 变成一种特殊的暗金颜色 似土非土 拥有一股股大地芬芳气息 这次 他从玄瑰殿换取到的药材 都是大地土气生长出的灵物 现在全部都被炼化 进入了身体 和庞大的生机结合 方寒的炎融金身 终于开始蜕变了 向着更高的层次迈进 他也明显感到了身体的变化 也不迟疑 疯狂地按照炎融金身的断体方法 运用身体的血液 改变内脏蠕动的程度 改变身体中各种分泌 使得全身像一种 更加稳定的形态改变着 皮肤下面 那层膜更加的强壮 身体的爆发力 血液的冲击力 心脏的跳跃力 再次提高了 与此同时 方寒甚至感觉 自己站在了空旷的大地之上 脚下的大地 无边延伸 延伸向了整个虚空 他感觉到了 自己身体是中央 脚下似乎是大树一般 生长出了根须 深深扎在土地中 任何力量 都无法把自己推倒 难怪 难怪了 土位居中央 土可以生长出树 土可以蕴寒水源 水中 可以生长出五金矿 土的深处 更有岩浆火焰 土包容万物 一股明雾 从心底生腾出来 方寒精神无比的豁大 只感觉自己的双脚 变成了大树的根须 无时无刻 都在汲取大地的养分 随意一呼吸 元气就滚滚而来 进入脑海之中 和精神结合 变成了法力 咔嚓 咔嚓 他的法力 在不停地增加着 身体也在一步步强大着 那身体产生的精气 使得木皇真气都开始蜕变 更加的凝炼 一缕缕的木皇真气 似乎在凝结 本来 他修炼阎罗金身 和木皇真气冲突 每修炼一次 就要忍受一次 走火入魔的痛苦 但是他现在 却领悟到了土的含义 精神改变 法力也随之改变 冲破了一层关口 从此之后 再也不怕走火入魔了 树木 本就生长在大地之上 修炼阎罗金身 本就是给木皇真气 提供元气的 两者相得一张 又怎么会相互冲突 走火入魔呢 我终于领悟到 地藏真气了 从此之后 木皇真气滋润身体 而阎罗金身 给木皇真气提供元气 辅助修炼 两者相辅相成 方寒感觉到了 自己的木皇真气 在不断地结晶 知道 这是真气修炼到了 饱和的境界 在一步步向着 钢气迈进 按照道理 自己还要修炼数年 才能够把真气 修炼到饱和 但是现在 阎罗金身再度成就 和木皇真气融会贯通 却省入自己的 数年苦功来 虽然没有炼成钢气 但却真气大成 威力更大 方寒感到 自己的法力也增加了不少 砰 方寒全身一震 火焰药气 全部收入体内 一拳打出 似乎鬼哭狼嚎 这一拳之间 在肉体和气流摩擦 居然产生了 白色的气浪 轰隆隆地爆鸣 单凭肉身力量 不使用真气 就这么厉害了 我现在的肉身力量 这么轻寒 拳头简直相当于飞舰 只是不能飞行而已 方寒惊喜地 看着自己的身体 他现在的肉身 最起码拥有 八九十头猎马的力量 接近普通神变高手的 二十倍 他甚至感觉 如果有人用飞剑刺杀自己 自己一拳之间 不用任何法力 就可以把飞剑打断 第一百四十七集 借刀杀人 肉身是非常脆弱的 就算是一个神通秘境的高手 肉身也非常的脆弱 如果在打斗中 被敌人一下震散了法力 失去保护 几乎随便一个小小伤害 都可以致命 甚至 可以从天空中掉落下来 摔死 不过 修炼到了神通五重 天人静的高手 可以在肉身中 不止种种阵法 但肉身也就非常之强了 在神通五重之前的修饰 尤其要主要保护自己的肉身 肉身一旦受到伤害 可以说就修炼到头了 甚至 连带着法力也会慢慢虚弱 减退 最后体型元气双双枯竭 游进灯窟 直接死亡了 当然 有些秘密的功法 可以让肉身强大 和法力真气相辅相成 修炼速度加快 能够有更多机会 修炼到天人静 增加八百年的寿命 这种弟子 无疑不是门派的密传佼佼者 方寒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魔门第一宗派 黄泉门敌传人物 魔帝的隔代传人 修炼的阎罗金身 是一种强大的肉身锻炼秘诀 现在方寒知道 自己的身体强度 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了 别人用灵气级别的 飞剑来斩杀 就算震散了他的法力 也斩不开他的皮肤 就算是从天空中掉落下来 凭借了强大的肉体 也不会被摔死 现在他徒手 就可以打断飞剑 就算是阴沙磨刀 这种厉害的极品灵气 也无法把他斩杀了 如果是宝器 还是能够斩破他的身体的 让他受到致命伤害的 当然 如果和人斗法 还是看法力真气的雄魂运用的 肉身用处不大 因为肉身力量如何强和 也不可能把自己给提起来 也不会飞行 灵活性非常低 现在最大的好处 就是身体强大 修炼速度也快了许多 法力积攒得很快 恢复得也快 慕皇真气开始结晶 又凝炼成钢气的现象 这是一件好事 论战斗力 法力的悠长 方寒比起以前来提升许多了 把自己全部的生气状态 都检查了一遍 映入脑海中 洞察求豪 要真正凝炼成道家钢气 还得要精神提升一个层次 领悟到钢这个字的含义 我现在还是欠缺了一些 方寒感觉自己开始结晶的 慕皇真气 好像欠缺了一些东西 还无法炼气成钢 道家真气 道家钢气 两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但是品质相差 天差地远 钢气的杀伤力 比起真气来 要大多了 一丁点钢气 就可以击破一大片真气 而且修炼成钢气之后 法力会暴涨的 一般神通二重真圆镜的修饰 修为在三百至六百匹马之间 而三重圆钢镜的修饰 力量却在一千到三千之间 方寒虽然法力相当于两千多匹列马 但是如果真碰到钢气竟修饰 双方不用任何法宝对拼的话 还是要处于下风的 因为真气和钢气的品质相差太大了 压制两千匹马的钢气 最少需要五千匹马的真气 也正是这样 方寒加上龙轩再加上炎 加上了五玉王顶之座极品宝气的力量 还有忘情水的特殊能力 都无法战胜太阴门的谣点 只能够逃之夭夭了 杀了绝命岛主 还是因为对方遭到暗算 神受重伤 万水真气 就在方寒思量间 突然赶到丹炉里的另外一处 波光淋漓 一股水银般的亮晶晶真气 弥漫开来 沉重舒缓 其中隐隐约约传来轰隆隆的波涛声 力量极大 给人喘不过气来的压力 方寒就知道 这是龙轩炼成了真气 阴阳万寿丹功效果然非同一般 这么快就能炼成真气了 方寒知道 龙轩这么快就能够炼成真气 一小瓣是七大水母的功效 另外一大瓣 是体内蕴含阴阳万寿丹的药力 这枚丹药并不是把人提高到神通秘境就没效果 还有很大的后续药力 在以后的修炼中会一一体现出来 就和自己的酒窍金丹一样 不错 我终于炼成了真气 原本我以为只有六成机会炼成 却想不到 激发了体内的阴阳万寿丹残存的药力 突破纳重关口 炼价成真 平方一动 龙轩从里面走出来 连身体也凝练了许多 方寒 你现在的身体也未必比我强横 方寒 你的身体气息怎么这么强横 龙轩从屏风中走出来之后 吃了一惊 因为他看到 方寒身体上的气息大得惊人 自己站在他面前 听着他的鼻息 似乎有一种 对方如果呼吸得重了一些 就会把自己吹走一般的感觉 不过方寒早就穿上衣服了 我刚才也是修炼了一番 正好有所突破 虽然没有炼成道家钢器 身体倒也是淬炼了一番 出顶 我再收了身体大振 咱们这次 再和太阴门的弟子好好逗一逗 你的画质中有杀鸡 龙轩看见方寒虽然微笑 但是气质中却有不掩饰的残忍 知道 他对太阴门弟子的嚣张跋扈起了杀心了 其实 自己心中也有杀心 但是不敢付诸于行动 其实神通秘境的高手 哪个是忍气吞声之辈啊 太阴门的弟子万万杀不得 要不然就是滔天大祸 况且我们现在联手起来 最多可以和咬点占个平手 要杀他是万难 如果他们三个真传弟子联手 我们照样要逃跑 咬点已经修炼到了阴阳境 龙轩跟方寒 毕竟和他相差了两个境界 第一次交手 是对方拖大法宝一律庙施展出来 全凭天师大法 现在对方有了准备了 要战胜已经是万难了 更别说杀死对方 如果对方还有什么厉害宝物的话 只怕输的还是自己 我只不过是 想借刀杀人而已 方寒捏了捏拳头 龙轩惊到 你是说 魔帅 人无横台不负 满无叶草不肥啊 华天都 不是巴结太一门吗 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方寒月初五欲网顶 不过在月初的时候 他深深看了一眼 世界树的那块碎片 那块碎片 他现在根本无法炼化 只能留在网顶里 让那粉碎魔光慢慢地照射 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炼得松动 把其中蕴含的木灵之气 给激发出来 到时候吸收了 法力肯定会再度提升的 魔女龙轩 也跟着出了网顶 方寒许许把 肾气大阵给收了 在收的过程中 古裕网顶 也被收进了 黄泉土中 滴水不漏 羽化门不愧是羽化门 布置下的肾气 我也没有办法看清楚 他们到底修炼的什么 那块奇怪的木头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一件好材料 就在此事 闺旋隔一处秘密地方 海山看着一面镜子 镜子中显现出了 精铜大殿的场景 一团肾气徐徐收续 显现出了翻寒三人 其实 精铜大殿中的一切 都在他的观察中 但是 他从头到尾 只看到肾气冒出 然后过了几个时辰之后 肾气消退 其余的 他什么都没看见 那些药材也都不见了 显然是被修炼过了 师兄 怎么办 我们白等几个时辰 什么都没看到 海山旁边是一个 万归仙岛的内门弟子 你们去通知 太一门的三位吧 就说发现了羽化门弟子 这个消息 他们肯定会给你们 一些赏赐的 我也想看看 太一门和羽化门弟子的争斗 到底怎么样 海山搓动了一下 自己的手指 海山兄啊 我们修炼完毕了 多谢你的馈赠 方寒对着精铜大殿 说了一声 算是告别 一掌就推开大门 然后飞腾起来 和魔女龙轩 掠了出去 第148集 风魔减兽丹 掠出归旋阁之后 三个人朝海面上飞去 不一会儿就飞离了港口 来到茫茫碧波 无边无际的海洋上 这片海市大陆 也远远地离去 最后消失在了海平面之上 正在飞行之间 突然 背后三道剑光猛然飞来 掀起巨大的气浪 速度飞快 宛如流行赶月 嚣张地从方寒三个人的头顶上掠过去 停留在前方 显现出形体 正是尧点 下忧 与坟三人 三位 我等你多时了 把五欲网顶交出来 然后乖乖束手就擒 我留你们一个体面 只把你们擒拿回羽化门 交给化天都处置 你们用歹毒魔宝伤我 我暂且饶你们这一次 姚碧用眼神看着方寒 扫来扫去 傲然说 如果再想反抗 那至少要废除你们的神通 把你们贬为凡人 下忧接口 摇摇头 语气高高在上 挣扎是没用的 你们的境界比我们差得远了 羽化门的道数 远远不如我太医门的正宗 我认真起来 一只手就可以破去 你们的任何法术法宝 羽焚冷笑 语气更是不善良 你不信的话 可以施展你的那件魔宝 看能不能奈何得了我们 方寒战立当场 脸色阴晴变化不定 你们太医门势大 但是也别忘 我背后有人 化天都在我羽化门 虽然是势大 但是我背后的方清雪师姐 也是能够和她抗衡的 你们如果这样蛮横无礼 方清雪师姐会找你们算账 方寒这说话之间 声音非常之大 几乎是运用了天龙八音 从海面上发散出去 要点闻言 哈哈大笑起来 方清雪算什么东西 和摩门弟子勾勾搭搭 他不甘不敬 也敢拿他威胁我们 我太医门天下第一大教 掌握乾坤 独尊仙道 化天都也得让我三分 是吗 天上随之传达出来一个声音 随后光与化成天花乱坠而下 一片锐气中 显出了一个年轻男子 正是摩帅应天晴 方寒这是第二次看到摩帅 上次在沙漠中见到对方 自己还是一个小小的 肉身镜的外门弟子 秀为低得可怜 虽然在世俗中是武学大宗师了 但对于仙道境界来说 还是处于修士的最底层 一点话语权也没有 但是现在自己却是神通秘境的第二层 真气静的高手 不过修为越高 方寒就对摩帅身上的滔天的魔气 恐怖的实力 感应得越清楚 摩帅这一降临下来 他的脑海中 似乎是感到了一轮黑色的摩日 完全遮盖住了天空的太阳 大地都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中 这是纯粹精神上的感受 外面的环境 其实没有发生一点的变化 依旧是风和日丽 花雨编纷 锐气飞洒 好恐怖的魔力啊 当日 我还在方清雪面前顶撞此人 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果然 知道的越多 畏惧就越多 方寒感受着摩帅降临下来的气息 想起当日 如果自己有现在的修为 未必敢出言顶撞对方 因为修为越高 就越感到对方的恐怖 太一门不愧是太一门 语气真是狂妄 传闻你们太一门的宗旨 是为了天地修饰力功德 天地之间的修饰 都要按照你们那一套功德系统行事 如若不然 就立刻降下天节 让他神行俱灭 魔帅应天晴缓缓落下 如君临天下一般 看着太一门的三大真传弟子 脸上全部是讥讽的神情 应天晴 我知道你在这万归海誓之中 也知道你在玄规格 也知道你最近在魔道中声明确起 修炼有一些神通 不过我太一门从来都是和魔道势不了力 不会有一点点的妥协 在万归海誓中 我们给万归先导一些面子 现在出了海誓 自然就要斩妖除魔 咬点看见魔帅降临下来之后 眼神中闪出出了一点奇异的光 你既然替这个羽化门的弟子出头 就要准备好承受后果 下游接口 其实我们早就想除掉你了 你知道你的人头在我太一门中 值什么价格吗 三千万功德 一见盗器 玉芬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这三位太一门真传弟子 看到魔帅出现之后 不但没有丝毫惊慌 反而是胸有成竹 一副要斩妖除魔的姿态 这让方寒看得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好像是失算了什么事 我本来要借刀杀人的 现在这三个真传弟子 为什么一点都不怕 按道理说 魔帅的修为远远在他们之上 最少都是练到天人镜的高手 甚至还要更进一步 那谣点和我交过手 我虽然不是他的对手 但他也不可能是魔帅的对手 他们还这么说话 倚仗的到底是什么呢 方寒觉得有必要再推敲一下 斩妖除魔 魔帅眼神灵力 突然间仰天哈哈大笑 你们对方清雪不敬 我本意是稍微惩戒一下你们 是断你们一条手臂 为我的魔神 但是居然还想要斩妖除魔 看来我要把你们全部杀死 抽出生魂 贬在九幽之处 永世不得翻身 看谁让谁永世不得翻身 谣点猛烈一下 打断了魔帅的话 身体上的乳白色钢气 骨度度地冒出来 天师钢气无比浓烈 竟然足能够冲到天上 凝结了几十亩大小的白云 白云之上 一头天师俯视众生 张口咆哮 顿时风云变色 海上立刻掀起滔天俱落 四面的虚空都被天师钢气 给封锁住 怎么会这么强呢 这咬点练到了阴阳镜 法力最强 也不过是五千匹 到八千匹猎马之力 现在足足在四万以上 方寒心情震荡 连龙轩都是脸色突变 咬点法力暴涨 一下增加了五六倍 如果当时 咬点有这么强大的法力的话 万马奔腾 那方寒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会被打死 往顶会被夺走 突然 两声炸响再度传来 那太一门另外两大弟子 夏忧 雨坟 头顶的天门 也发出两声炸响 狂暴的钢气冲天而起 天门大开 力量澎湃 每个人头上的钢气冲出 都是万马奔腾 火针架石的万马奔腾 因为他们的钢气 的确有万马之力 每个人的道家钢气 都可以拉住三万匹玄黄猎马 他们的钢气 也是乳白色的天师钢气融通一起 显然是同一个师傅交出的 针气相互配合 贯通起来 也是相得益障 风魔剑兽丹 魔帅看到以后身体不动 任凭钢气封锁 嘴里吐出了五个字来 太一门的密传丹药 其中虽然蕴含狂暴的元气 可以使人临时提升到 五到十倍的发力 但是对于人体损害很大 服用之后要减少一百年寿命 看来你们真有准备 宁愿减少一百年的寿命 都要对付我 是专门冲着我来的 为了我 你们还真是拼命啊 只要杀了你 门派的赏赐 所得的功德 足够可以把寿命补回来 还可以修为大尽 这两个羽化门的废物算什么 我赤手空拳 都可以把它们擒拿 还用得着拼命 咬点哈哈大笑 一粒风魔减兽丹药炼制十年 比起宝器 都要尊贵得多 魔帅 你能够使得我们浪费 这样一粒神丹 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借你人头一用 动手 另外两人 下游雨焚陡然爆鹤 一连川的道家钢器 排山倒海压迫而来 不但笼罩住了应天晴 还连带包裹住了方寒和龙轩魔女三人 不好 快进往顶 方寒见势不妙 天上地下到处是乳白色的钢器 四面压迫 尤其是那钢器中 传达出了滚滚的狮吼声音 冲击而来 居然比自己的天龙八音都要恐怖 道家钢器就是这么厉害 其中还可以蕴含着声音 如果方寒练成了木皇钢器 就能够把天龙八音融入钢器中 钢器一发声音滚滚 卑力更大 这三个人联手 力量在十万马力之上 如果不用法宝抵挡 方寒知道 自己三人一下子 就要被打散法力 打成肉酱 看来 我太小看太医们弟子了 飞进王顶 蹲入其中的一刻 方寒心中有数了 第149集 大崩灭 排山倒海一般的钢器 狠狠压迫到五玉王顶之上 海洋是要把这件 大天魔王的极拼宝器 给直接打爆 拈压成一块铁饼式 咬点下忧 雨坟 这三位太医门真传弟子 服用了风魔减兽丹之后 发力暴增 十万马力之上冲击不停 叫人无可抵挡 也没有办法抗抗 当然 这也只有太医门的弟子 才有这样的疯狂 奢侈 浪费兽员拼命 如果是羽化门的一般真传弟子 如苍白子 就算有这种秘密的丹药 吃下去以后发威 发威过后也就兽员枯竭 肉身损坏 自己死了 就算不死 也会变成白发苍苍 老太隆重的人 再也没办法修行 而这三个人 方寒当初第一眼就觉得 他们的身体非常强横 修炼了某种秘密的炼体之法 而且服用过增加寿命的弹药 损失个一百年寿命 虽然很大 但不会致命 相对于击杀魔帅的大功德 这种冒险值得 至于方寒三人 却没放在这三个真传弟子眼里 随意就捏死了 虽然方寒龙轩魔女盾得快 拖到网顶中了 但并不是安全的 巨大的钢器不停地冲击 还侵入了网顶大阵中 那巨大的尸吼 侵入网顶内部 震荡的魔女龙轩 两个人的法力都混散 没办法 两个人只得端坐顶中 全力守护自己的精神 不被崩溃 方寒几次 想催动网顶中逃跑的 射空挪一阵 但是无论怎么催动 网顶就好像被冻结在钢器中养 深陷泥毯 无法自拔 根本就挪移不出去 就算施展五火神雷 那些球形火焰 一接触到天师钢器 就完全被震散 炸都没炸开 而风寒的木黄真气发出去 一接触到天师钢器 全身就发麻 脑海似乎要炸开一板 根本不是对手 而从网顶中向外望去 到处都是弥漫的钢器 铁板一般的压迫过来 无孔不露 灵蛇一般的渗透进来 已经侵蚀了 网顶外围的几个大阵 武裕网顶外围有几个保护大阵 现在都逐渐被钢器侵蚀了 而方寒根本无力抵抗 因为差距太大了 就好像是 你守住一座城池 以仗地利 几千人就可以守住万人大军的进攻 但是对方十万大军来攻击 也就防守不住了 这样下去 这座网顶迟在要被对方收走的 炎 怎么办 此时是万分危机的时刻 对方的力量大大高过我们 此时只能炎加防守 不能出击 看看摩帅和他们争斗的结果 炎的声音也凌厉起来 黄泉真气 不先大法 这个时候 炎拿出了真实本领 一道浩浩荡荡的黄色水气 从里面冒出来 形成了一个个的泡泡 这些泡泡 就好像是沼泽泥潭里的毒气 腐蚀的一切 这些真气泡泡 冲入到被入侵的几个大阵中 和天使钢器一接触 那些钢器立刻就被腐蚀了 不再洁摆 而是沾染上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污迹 就好像是在白雪之上 扑散了一大片酱油似的 这是什么神动 腐蚀大法 方寒看炎一招出去 就腐蚀污秽对方的钢器 觉得实在是厉害 这腐蚀大法 也是真气运用的一种手段 等你修炼到了天人境之后 锻炼多种神通 学会了黑地水黄泉之后 吸取忘情水 就可以运用腐蚀大法了 炎的声音有些气喘 显然也是真气消耗得过于剧烈了 不过我也支持不了多久 你尽心等待机会 一有机会 咱们就冲出去 再度朝之夭夭 好 方寒沉下心思 半空中 发出钢器的太医门三位真传弟子和摩帅的争斗 如火如荼 师兄 我的钢器似乎被污碎 一时之间难以练换的五岳王顶 下游队谣点说 瓮中捉鳖 支持不了多久 先集中钢器 准备几件法宝 击杀末帅 这次不能让他顿走了 若是击杀不了他 得不到补偿 我们损失百年寿源实在是太大 而且肉身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精神被风魔丹轻视 再也无法窥视到天人境 你们以为放弃一百年的寿命就能够击杀我 你们太天真了 都准备去死吧 魔帅在森大真传弟子发出钢器的时候 一动也不动 一枚白骨射力从脑后冒出 竟然形成朵朵古莲 完全把钢器给抵挡住 无论天使钢器怎么猛烈 都无法入侵他半点 他一出手 就是白森森的魔光 一步踏出 脚下就衍生出硕大的古莲花来 魔气滔天 把钢器强行分开 一拳打出 就是三具白骨魔神凝聚成形 直接扑杀向三人 三头凶猛的白骨魔神分开钢器 发出凶猛的咆哮 直逼下来 三下两下就扑到咬点 雨坟下腰的身前 先天白骨神通 看见白骨魔神扑来 咬点知道 这白骨魔神非同一般 那是先天白骨刚气凝结的 不知道融化了多少天魔地魔 无穷魔性 一旦被扑上 就得被吃得尸骨无寸 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 他咬着牙齿 身上突然冒出一件五角轮型的法宝 嗖嗖嗖地转动着 轮角的转动间飞出无处的火星 竟然是一件宝器 这是他的法宝 金经宝伦 太一门的真传弟子 几乎是人手一件宝器的 甚至连内门弟子大部分都有 却不像羽化门那么寒碜 毕竟天下第一道门 传承数万年也不是盖的 与此同时 下游跟羽坟也寄出自己的宝器 一个的宝器是一尊玉瓶 扬枝般洁白 从瓶中废出六口飞刀来 悠悠闪光 这六口飞刀竟然有小翅膀 还有眼睛鼻子宛如灵物 森森的杀气 从飞刀上不然而发 叫人心寒意冷 六七面红飞刀阵 下游狂吼中 这六口飞刀翅膀闪动 完全超越了声音 一道光线斩杀而去 把白骨魔神瞬间分尸 这六口飞刀居然口口都是宝器 这种刀阵 类似于七杀剑阵 它那个阳直玉镜瓶 类似于七杀葫芦 但是威力更大 蛮往乾坤虚再造 沉沉大地起风雷 风雷骑 玉坟的身后 也冉冉升起一杆大骑来 在这杆大骑之上 到处都是风云浮露 还有球形闪电 一个晃度 就一大团飓风包裹着沉闷的雷声 直接打去 震荡的天地都摇晃起来 碰碰碰 三大白骨魔神 一下被强大的法宝震碎 三大法宝 也朝应天晴反杀过去 好法宝 魔帅看见法宝飞来 脸上显出凝重的神色 口吐真言 大崩灭 三个子一吐出 带在手指连点 整个身体的先天白骨钢气 一种奇妙的规律震荡起来 似乎和顺杀大法一般 和天地频率调整到了一起 引起了共振 顿时 在他手指点道之处 无论是天师钢气 还是法宝 全部都被破碎 最先受到毁灭性一击的 是六口灭魂飞刀 被他手指点道 六口飞刀瞬间瓦解 其中的大阵都崩溃 散去 消散于无形 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大崩灭术 你居然练成了大崩灭术 老典疯狂地咆哮起来 咱们快走 此魔无法降服 下游看见魔帅施展出了大崩灭术 也是狂吼起来 好机会 方寒此时 感觉到机会终于到 他再次催动社工挪移大阵 往顶向下一沉 居然冲破钢气 沉入了海底 第一百五十集 天道诏书 大崩灭术 是什么魔功啊 这么厉害 居然连宝气都一击粉碎了 抓住机会沉到了海底 方寒惊魂未定 对魔帅的神通起了深深的恐惧和忌惮 对方大崩灭术 一直点到处 几乎是无坚不摧 无法不破 无物不灭 这是一种魔门极高的神通 极难练成 但是一旦修炼成功 崩灭万千 什么刚气法力 一碰就立刻瓦解 传闻 是远古天魔大神 用来粉碎虚空 毁灭世界的无量神通 如果修炼到最高境界 可以用来毁灭一个时空 再重新塑造地火水风 换个世界 不过 魔帅没有修炼到这种境界 就是不知道 他老子应先天怎么样 不过我们得快走 念得 这魔帅趁机 给我们来上一级崩灭术 那就完了 五月王顶 虽然不至于被镇破 但我们的法力 肯定要被镇散 落入他手 炎快祖和方寒用精神交流着 黄泉大帝 当年号称第一摩地 他会不会大崩灭术 他自然会 不过我不会 黄泉大帝 或九十九种大神通 无数小神通 我只会三十六种神通 大崩灭术 不在我的神通之内 比大崩灭术差一些的粉碎魔弓 我倒是知道一点点 大崩灭术这么厉害 应该要消耗掉不少法力吧 那当然 每一次施展 甚至都要消耗巨量的法力 甚至折损寿命 就算这魔帅寿源悠长 法力雄混 这么连续施展 想必不会轻松啊 不管这么多了 还是走吧 让他们打得你死我活 最好是两败俱伤 两人精神交流的瞬间 方寒已经催动了 社工挪一阵 从海底盾出去了 脱离战场 跑得远远的 此时尧点 羽坟 下游三个真传弟子 和魔帅的战斗 已经完全打出真火了 庞大的钢器暴走 法宝乱飞 一股股的震荡力 把方圆几十里的海面 变成了一个混沌世界 尧点 下渝 羽坟三大真传弟子 看见魔帅施展出大崩灭术后 早就萌生退役了 但他们不退反进 同时施展出了 自己最强的攻击手段 太一批利子 三人一仰手 同时打出三枚残斗大小 紫光营阳的丹药来 夹在这强烈的天师钢器中 一点都不显眼 但是这三枚丹药 还没有接近魔帅 就立刻爆炸 这爆炸之声惊天动力 真的海水群飞 数以百万斤的海水 飞上了极高天空 化为一团团的蘑菇形状 水中 还夹在着紫火 不停地燃烧着 这方圆几十里的海面 百丈深海中的鱼类 都被炸起来 无数的海鱼 金沙 海蛇 水母 都被炸到天空中去了 尸体随后 鱼点一般落下 海面上全部都是 鱼类的残骸 这样大的威力 就算是一座海岛 都被瞬间摧毁了 如果方寒现在 还在爆炸中心的话 只怕 有网顶的保护 也得被震晕了 你们身上 居然有太医霹雳子 魔帅微怒的声音 从爆炸中心传达出来 一股强大的气排挤而出 把爆炸之后的紫火水气 全部排开 就看到 他脚下的白骨莲花 被震荡得都快裂开了 虎身的先天白骨钢气 都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裂痕 显然这一阵 消耗了他不少元气 走 咬点下忧 雨坟在这一刻 钢气剧烈收拢 凝练在了一起 三人一体 身上几间法宝环绕 一种极快的速度 向远处飞顿 几乎是声音的六七倍速度 眨眼间就不见了影子 想跑 天地崩灭 魔帅倒是也没有追赶 只是朝着远处一指 大崩灭树发出 顿时间 飞顿的三个人身上 一件件护身法宝破碎 甚至连法医的宝光都破裂了 身上的护身飞剑也被震成粉末 三人顿时剑 如遭雷击口喷鲜血 钢气都被震撒 向海面掉落下去 但是 就在三个人掉落下海面的一瞬间 他们的身上又发出了一阵金光 似乎是一道符露在燃烧 这道符露燃烧之后 三个人顿时间立刻恢复了精神 身上钢气滚滚 再度破空飞顿 这一下就真逃出摩帅的视线 消失不见 起死回生服吗 太医门果然有些门道 不过传闻之中 起死回生服更消耗寿远 折损寿命 败坏惊喜 你们先服用风魔锦兽丹 再中了我一记大崩灭术 又用起死回生服 逃回去也废了 这种小角色 我也懒得追上 摩帅看到这一幕 也不去追 只是轻轻一笑 身体化为一道白光 冲天而去 足足过了半个多时辰 在一片不知名的荒芜海域 一道金光降落下 到达了一座荒岛上 随后 献出三个疲惫不堪的人来 咬点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瘫软在地 下游雨坟两人 也面如金指 口中险些狂喷不停 他们三个 全部都身受重伤 在荒岛上降落 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 那摩帅不会追上来吧 不会 我们一路飞顿 用上了顿天灵符 而且速度这么快 还不知下许多迷阵 他若是还能追得上来 也算我们倒霉 不过亮卡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毕竟我们是太一门弟子 发天道诏书 用血书写 就说我们被摩帅震成重伤 召集海上的太一门弟子 对摩帅进行围杀 要点咆哮 好 雨坟把一张金光闪闪 赵书一般的东西掏出来 用血 在赵书上写着一行行的字 要不要召集人手 追杀羽化门那三个 不要 我们身受重伤 是件丢人的事情 就只说摩帅一人 那三个羽化门弟子 压根都不要提 就当事情没有发生 就说我们在海上 遇到摩帅 摩帅突下杀手 对付我们 我们猝不及防 被偷袭而身受重伤 咬点音森森道 至于那三个羽化门弟子 等我们恢复了 再慢慢找他们算账 让他们生不如死 还有那羽化门的方清雪 也必须要死 这些人身上都有魔性 以后肯定要入魔道 危害人间 杀了他们是无量功德 说话间 摩帅取出一瓶丹药 一连吞服了几粒下去 运转气血化改 要勉强恢复夏儿精神 羽坟把符罩写好 喝道 奉天成运 太医赵运 弟子羽坟 咬点 下忧 海上遭遇魔帅 以大帮灭属偷袭 身受重伤 危急存亡之秋 太医门所有弟子 接到符罩 速来救援 先到门派所有弟子 接到符罩 围杀魔帅 钦辞 用力一震 这符罩便燃烧起来 化为了灰烬 符罩燃烧的火焰 化为了许许多多的自己 瞬间冲上天空 消失不见 似乎融入天地之间了 这是太医门真传弟子 在万分危机的时候 所用的天道诏书 一道诏书燃烧 方圆十里 身上同样有诏书的 太医门弟子 就会感应到 立刻飞来援救 有些和太医门 有渊源的先到大门 也有这样的诏书 这道诏书 本来就是一件 了不得的宝贝 太医门真传弟子 一生只能够拥有一道 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焚烧的 真的是生死存亡之时 才会焚烧天道诏书的 羽化门的方寒小子 口一般的东西 这次居然害我们一把 把天道诏书都浪费了 不让他们生不如死 我怎么会咽下这口气 焚烧了天地诏书之后 羽焚休息了很久 才调整好元气 恢复了一点点精神 这才恶狠狠地说 不错 发出了天道诏书 我们已经安全了很多 想必很快就会有人赶来 下游也是面目争鸣 我从来没有吃过 这样大的魁 魔帅倒还罢了 那羽化门的三个小狗 死一百次也不能 弥补他们的过失 是吗 以后 你们要我死一百次 对我来说